我叫阿妍 我今年18歲是一個中五 準備成中六的學生 一開始對這個條例的認識是學校的通識科 老師就律律提過這個條例對香港的好處和壞處 我們就和幾個同學上了網去搜尋資料去看這個條例 究竟對香港的影響和好處是怎樣 看完之後就覺得這個條例有很多漏洞 很多弊病是嚴重地影響了香港的司法獨立 之後就到6月9日我們就一起上街 就開始參與我人生第一次的示威行動 之後就到6月12日再到200萬人上街 到現在我就堅持下去參加抗爭運動 所以這個暑假是你第一次走出來嗎 是的 因為當時雨傘革命或者佔中佔旺的時候 我都比較小時候 父母也擔心很安全也不會讓我出來 接著到現在就開始逐漸讓我出來 因為我自己都開始認識到這個社會 覺得有些事情不再抗爭或者不再爭取 就會失去 所以我甘願去走出來 這個暑假和以往的暑假是甚麼不同 這個暑假的得著都很多 由第一次參與示威行動 第一次見到這麼多人上街 再感受過催淚彈 橡膠子彈 布袋彈 胡椒彈 甚至是我們感受到警察的白色恐怖 他拿著一把雷明燈的散彈槍 對著一些普通市民去威嚇 之後再到元朗的黑幫 北角的福建幫去 怎樣恐嚇我們這一幫示威者 這個暑假令我體驗到 這個香港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之中的安穩範圍 這個暑假令我明白到 作為一個真是愛香港的市民 愛香港的年輕人 就是我們應該要怎樣去做 你們怎樣去做呢 我們應該要去抗爭 由一開始的和平和理非的抗爭 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遊行 為什麼我會走出來勇武 就是因為我覺得警察甚至政府 繼續漠視民意 一次又一次的記者會 一次又一次的行動 令到我們這幫年輕人 或者我們這幫戰友都會覺得 政府不會管我們的民意 所以我們才會行動升級 我相信一個政府的作用是吸納民意 令到社會更加好 令到市民更加安居樂業 但是很可悲的是 這個政府反而是想用一些強硬的方法 去逼到你送從這個政府的思想 不讓你去選擇你的腦 不去聽民意去怎樣去說 為什麼我們要反對這件事 很多的團體都有出來反對 銀發族也好 律師界 醫護界也好 甚至公務員都有過來反對 但政府仍然漠視民意 所以我們認為我們需要去勇武 但是我想重申 我們沒有挑起任何衝突 很多衝突都是因為警察的推進 甚至警察的暴力行為 暴力震壓 才令到我們演變成衝突 很多事例都可以看到 銀發族他們沒有警察 可以很和平很理性 沒有任何衝突去進行 機場在任何警察的情況下 我們真的可以和平理性去表達我們的訴求 但每一次的遊行 當有警察出來設定他們的防線 出他們的防暴 甚至是速龍部隊 到最後演變的就是一幕又一幕 令人驚心動拍的血腥鎮壓場面 我們的每日升級 我們的訴求永遠都在乎政府的怎樣做 政府為什麼我們的訴求會越來越多 是因為我們都發覺 一開始沒有這件事之前 我們都認為香港仍然是一個未病的香港 但到現在這個香港已經病入高方 黑幫出來嘔打示威者 警察用一些武力 一些過分武力 政府還要一次偏幫警察 不去追究黑警的濫權 所以我們的訴求 由一開始的逃犯條例變成五大訴求 再變成現在需要雙普選 林鄭下不下台 對我來說真的不重要 我們需要的是由市民去選出一個 了解民意 是接納民意令到這個社會更好的特首 而不是一些一意孤行 只是聽中央說話的特首 我們的五大訴求 甚至可能現在加多了七大 就是希望逃犯條例可以撤回 警察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調查 他們究竟有沒有濫用暴力 林鄭下台 雙普選 甚至是取消定性暴動 和釋放所有的被捕人士 這個都是我們覺得需要的事情 因為雙普選之後 我們選出一個人民的特首 他會吸納民意 到今天這場運動 是否真的暴動呢 是否真的警方 正如警方甚至政府所說 真的暴動呢 現在警方都已經說了 由七月一號開始 他們派了很多臥底 進來我們那裏 其實會不會所有的衝擊 所有的暴力行為 其實都是警方派出來的示威者做 而不是我們去做 所以為甚麼我們的訴求會一直加下去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聽到政府其實原來是這麼不負責任 我們明白香港是需要些甚麼 所以我們的訴求才會慢慢加上去 我不會批評別人的想法 即是我不可以去改變別人的想法 不可以改變別人的價值觀 我只希望的是你可以反對 我接納不同的意見 但我希望你不要抵衛我們這幫年輕人 其實我希望他們明白的是 我們出來的每一位手足 甚至不是勇武和你非的每一位 他們是背負著十年的罪名 甚至更加高 甚至其實我想說我們這幫中學生 暑假我不想去過旅行 我不想跟女朋友拍拖 甚至我不想逛街吃飯看東西去玩 為甚麼我們這幫年輕人 要冒著被橡膠子彈射盲彈 甚至射死 布袋彈射傷 吃催淚彈射到我們 可能身體會有副作用 甚至要冒著被那幫黑幫 被那幫速龍 甚至被防暴警察武力震 搞到我們有這個生命危險 為甚麼我們出來抵抗 希望他們去明白 我們不希望我們明白 但希望不要抵衛我們的付出 其實我們都冒著很大的危險 沒有人不想暑假安穩去玩 但我們要站出來 就是因為我們要令政府 讓一幫重視我們的人 重視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才會夠膽站出來 沒有人說十年暴動 我們不怕 但我更加害怕的是 沒有了這個本來繁榮安定的香港 沒有了這個本來三權分立 有言論自由 有新聞自由的香港 警察已經逐步升級他們的白色恐怖 甚至是暴力行為 記者應該很親密其境的是 他們會拿大光燈去照你們的鏡頭 令你們拍不到 這個已經是妨礙了香港的新聞自由 我不想香港最後會變成一個 失去人權 失去民主 失去自由 這麼恐怖的城市 所以我們會站出來 我不會理會別人的想法 我會堅持我自己的理念 至少我會 很複雜 有開心過 也有悲傷 心情是白錦交集 我們有很多手足被人捉了 有很多人要流亡去台灣 開心又開心 我們有一起贏過 試過用我們的方式去保護一班市民 成功保護到 我的心情 我只是希望運動化的圓結 可以讓我看到一個有希望的香港 給我們所謂未來的香港主人翁 一個希望 一個未來 我的心情就是這樣 各位香港人 雖然我不能代表你們去講每一句話 但來自一個中學生的心聲 我很想講多謝 有一班很支持我們的香港人 去支持我們的所有行動 很多的物資 很多的醫療 很多的金錢 很多的Hotel 給了我們 給了很大的支持我們 我們很開心 我們最希望的 真是可以令到你們的期望 沒有辜負 甚至是我屬於本身香港人的東西 我明白這兩三個月 很多人會慢慢失眠 很多人會哭 經過很多悲傷 很多很難難過的時候 但我希望 我希望遇過會天晴 很希望更多香港人 會加入我們 去支持我們 去推翻這個無理的政府 我不提倡港獨 我提倡的只是民主和自由 我希望香港人 不要失去支持 因為這個運動一失敗之後 可能已經沒有下一個運動 我不想作為未來的主人 看到香港變成這樣 所以我衷心希望你們 繼續去支持 運動的老場 希望我們可以一起走過 一起去迎接這個勝利 香港人加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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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